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今天很多人问我这个盘 到底要如何的发展下去 我直接回答问我的人 看强不强 看弱不弱 为什么呢 这几天的行情一直在这边载浮载沉 但是利用这个过程当中 有部分的股票一路的拉抬 但是在拉抬过程当中 也出现了很大的两极化 有的股票肩头反转 有的股票拼命拉 拉到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再拉 首先要解盘之前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 摘到这档股票上面 为什么我这么了解 因为很多来三三家族的投资朋友 都有这档股票 我想这一个礼拜以来 我天天追踪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 胖 又躺平了 真的很惨烈 从180几跌到今天 111.5 我想这段的过程 如果能够早一点 有所省思或者是觉悟 应该不会觉得很惨烈 但是在同样的时间当中 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很多人发现 心菜 一张开眼睛就亮灯涨停 但是不到10点 也就是9点40分左右 被敲开的 那么敲开的时候 收在这个位置 那没有锁涨停有关系吗 刚才为什么给大家看 那一档躺平的股票 也就是上周我一直在告知 肩头反转你要留意了 而到今天很多人还不明白 为什么一路拉抬的股票 这么有体材的股票 还能够跌到如此 原因很简单 就只有筹码 本间中九 最惊严的就是筹码 很多人往往看单一K线 每个人都说 单一K线强跟弱 但是形态组合 就如同上周我所讲的概念 很多人到了今天 还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这根K怎么解读呢 我稍后会跟各位说 但是请大家想一下 如果有如华福这种股票 你该如何 还是得来问我一下 会比较安全 今天的大盘 嗯 我刚才讲过 看强不强 看弱不弱 你看 开高 走低 再拉高 再走低 再反手 再收负金 那不是整场都在这里 这条线当分水里 其实很平均 有跌有涨 有跌有涨 对不对 今天20大排行榜 总共加起来涨10点 但是中场的时候呢 这个大盘呢 好少哦 只有2点 我记得上周五 我有跟大家讲到过 上周五呢 这根线叫做吊手线 很多人说这根线尾巴很长哦 哇 171点 我说这根线到底是浮还是货 如果以本间中酒 它的研判 我也必须跟各位说 就叫做吊手线 什么叫做吊手线 就好像一个东西掉到半空中 下面悬的空空的 那你想哦 一个东西掉到半空中 是不是摇摆不是很稳定 因此 上周我讲过 这个大盘跌了134点 但是它的角有171点 那么这个格局当中呢 发现打到这里 捕了 反手再拉 那么这条线也已经破掉了 破掉之后呢 这个角这么长往下拉 哇 真的量很大 那这种角伴随这个量 该如何解读呢 我说这个叫做 形态叫做吊手线型 那么这种形态 就代表有人混水摸鱼 有的股票趁机给他落跑 因为很多人认为 这个角是拉起来的 但是各位要提高警觉 我说呢 目前请大家先觉悟这句话 天天上下大幅震的股票 还有高档尖头反转的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在礼拜五呢 当天是低盘开除 然后秒破前日的角 17082 就这个角对不对 好 那直接追杀变成重跌 重跌在早上的时候呢 跌最多叫做305点 这是礼拜五的走势 有没有 我讲过 本间K线给大家关键价很关键 那你关键价没有不对的 就整个下来 对不对 然后形成这样的格局 所以呢 礼拜五最多跌了305点 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热门股大涨或大跌 两极端 建议人多的地方不要挤 人多的地方我只拿一档 今天没那么多时间讲别档 我之前拿五六档对不对 那这个华福呢是最明确的一档 那各位去想一下 当时呢这种股票都是人很多嘛 对不对 再挤再挤再挤 我已经这句话讲了很多天了 那本周周一的时候 开高跟开低的做法 我们先来检视 今天是开高 那我们先来看这条 开高需占上关键价 否则若是反弹 会再反手杀 那给各位的关键价是17106 今天最高点 17098也没有106 对不对 所以早上开高的时候呢 没有反扑直接下来 所以我姐的盘都很 一针见血 若弹再反杀 早上开高就反杀 杀上去来到这边 还是没有来106 来到098继续反杀 载负载成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格局 哲哲称奇 本间K线永远在解未来的格局 早就解完了 对不对 好 那还好没有走这条路 今天这个线呢 到底如何解读呢 我刚才讲过 这个线叫做黑十字 今天这个黑十字呢 其实它的肚子只有三点 那下面的尾巴比较长 还有上面的 那这个整个一个 看来它是一个黑色的 那么黑色重在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蹊跷 请看 今天这里导播拉近 那天收了这个长脚 对不对 长脚说掉手 很多人解读呢 这个线好像说 很多人买啊 叫做探底 不是 这个摆这个位置啊 加这个量呢 它是一个掉手 掉到半空中的一个掉手线 那么今天这个十字呢 没有过前一日的高点 也没有破前一日的低点 因此呢 它在夹到这个线里面 是黑跟黑 那黑跟黑会爆出 什么样的格局呢 这句话先给各位 物追高杀低 因为现在主力 自己正脚都乱掉 所以呢 点火的股票天天换 这是我一针键选 先点各位的 那形态叫做外运十字 也就是呢 上周来到此破的低点 而在这里呢 形成了比较大的量 以剂型的均量来想 那么再加上今天这根K线 它刚好含在里面 这叫做外运十字 那么外运十字的次日 非常非常非常 讲三遍关键 所以呢 给大家今天的 十字K的高低点 就这两个数字 盘式 上冲下洗 非常不稳定 再给各位看一下 这叫非常不稳定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派看好 一派看不好 所以就这样子 你Can 我减 就这样子 所以呢 十字K代表多空对峙 明日非常的关键 因此我必须给各位 今天十字K的高低点 那明天一个口诀 很标准哦 头过 身就过 断脚 避重错 好 今天这个口诀 是非常非常的标准 一个字都没有改 这是本间终究流传下来的 十字K 来到这个关键时刻 头过 身就过 断脚 蹦 下来 所以明天最好怎么样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不能呢 好 那不能呢 大家就来问我了 这时候呢 我想呢 我这个标题写很清楚 是英雄 你就要霸占好 不然呢 你永远呢 没办法赚到钱 这个英雄 很多人没有想到 今天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 这档股票今天会涨停 我说我不知道 我上礼拜四 上礼拜五叫你们买 我不知道会不会涨停 我只知道这档股票 有三大有头发人在买 那我看筹码跟你讲 赶快进去霸占 因为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跟上礼拜 我卖了很多股票 对不对 赚了很多钱转到这里 那转到这里 当然我也跟各位说 乱世当中会有英雄 每个年代的英雄 绝对不会一样 不要再去追什么华福 什么什么 我讲N百次 等我再一档一档讲 那这时候呢 有一档股票 明天请各位要 第一个注意 因为它会牵扯到 我们指数的部分 它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跌两块 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我要让你们看一个形态学 这里拉近 台积电上个礼拜五 跳空下来之后 收了一个十字 那么十字的高低点 跟今天这根红锤子的 可以叫红锤子的高低点 一模一样 因此这两根线的高低点 同并列 这是一个特殊特殊的现象 百年难得一见 请往下拉 那天收十字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系统呢 它是收十字 开盘跟收盘一模一样 所以它是用绿色的 那么今天呢 虽然是一个红锤子 但是它是属于红色的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好 台积电 跳空下来之后 高低同并列 就是高点是这里 低点是这里 因此明天请各位注意 到底要上图下破 会非常的关键 因为有时候常跟大家讲 看头不是头 看底不是底 常常很多人把M跟W 刚好给它看相反 那你做的事情 就会完全相反 所以明天跟大家相约 九点半在Telegram上面 那台积电的走势 还有大盘的剖析 我直接跟各位讲 到底大盘是会转强 还是转弱 好不好 那当然在这里 大家先看这几张股票 今天一定很多人不要它 当它涨的时候 老师 我还可以追吗 我先拿一个图片给各位看 你喜欢它吗 我今天不喜欢耶 我就知道 你要一支吗 今天就没涨 我就不要 你要一支吗 明天还可以买吗 这个什么时候会打开 我想大家很多疑问 我想疑问当中 请各位先去思考一下 我想这时候让各位先看这个 我上周已经宣告了 我说我卖了很多的股票 有很多的钱 我先端出新的菜 那新的菜我也影射全新的菜 全新的菜 全新 礼拜五 7月20 一条线全搜了 哎哟 本间K线好奇怪 每次搜这个很奇怪的耶 全搜了 那结果今天怎么跑到这 我也不知道耶 这种股票 明天是要买 还是要卖 那么钱要往哪里转 乱世当中的英雄又是谁 我们今晚要马上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匹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人员质幅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常常在股票拉抬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会想要去追价 当一档股票一路下滑当中 很多人可能是哭泣 或者是唾弃 当然这也是两极化的做法 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 在此坡爱到最高点 例如华福那种股票 那么你今天可能心在低血 因为它跌了四成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高档的地方 听我能够把它抛掉 把钱收回来 开始布局主体的股票 还有下一波的英雄 那么现在你可能会老神在在 你不会在乎今天 这些股票没有大涨 你要迎接的是 明天会不会大涨 所以我常跟各位说 我永远没有名牌 我都直接盯牌 我要大家好好的赚饭票 有饭吃 身体健康 钞票就会来 那我上个礼拜还跟大家讲过 每一个年代的英雄绝对不一样 没有一个东西呢 能够一直涨一直涨 主力也要赚钞票 所以乱世当中会出英雄 那我上个礼拜讲的股票 我给大家这个概念 一网买进必有所获 可是常常大家都是后知后觉 因为你看我节目已经过了一天了 对不对 所以要提早来这边跟我预约 不然行情晚了一天就变很多 当然在这档股票当中 我们先来想一下 今天它没有锁涨停有关系吗 如果要说有关系 当然是因为今天是量很大 这边掌停锁起来就被敲开了 在盘中换手过程当中 已经滚了非常多的量 也是近期的一个大量 但是如果再以它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今天是喷到外太空 对 它今天喷到外太空 那今天喷到外太空很显然的开这么高 那一定是一根黑K嘛 那么黑K当中还有一个蹊跷 请看 今天是这副德信对不对 那天收1 2 3.5 对不对 涨6块 你看 礼拜五先涨6块 我会员多幸福 滚压2.8倍 我常常在讲 主力都不喜欢去你家 很喜欢来我家 因为我家风水好 大家都通通挤进来的 这是礼拜五已经涨 我是因为今天盘中这样涨 才涨 所以最高干的人是这样 来乌影去乌中 我买股票想买市价全收了 你敢买吗 哎呦 看起来丑丑的 次日说 哎呦 好漂亮喔 今天呢 谁叫你去排队 去排队的人对不起我 排到这边天长地久 终于买到很高兴 就蹦掉下来 我常常在讲 为什么要去排队啊 天气这么热干嘛排队 在家吹冷气就好了 那你讯息要怎么 我给你就可以了 那你去排队买到打开了 多 就这样 对不对 所以不要这样做股票 钱给主力也要走不会还你 我叫你买到这里为什么不要呢 礼拜五就很开心的呢 今天再继续开心 好 那现在重点来了 当时7月20 我特别用这张图 我把它说这么小 为什么要说那么小 我要让各位看它的形态 你看到什么 这像一个碗 碗形底 这边很多波浪 这边很多波浪都对称的 大多数知道它做那个PA 还有一些5G Wi-Fi 通通都有很多相关体材 AI什么都有 全部包了 那问题是 这边打了一个大型 那这个底呢 前人重数 后人乘两 那天我特别在那边画一个对称 对不对 那大家看到这个应该觉得 对喔 很漂亮喔 好 所以那些我买的 然后礼拜五我故意放大 因为怕你们看不懂 好 放大 哎哟 真的耶 这么大的红柱啊 然后再看这个量 真的耶 大脚挤进来的 对不对 好 那这根红柱呢 可以吃掉前面好几根的K线 那当然当天礼拜五是 反托走涨大洋线 量价起洋 当天115到这边9块钱 一夜之间赚9块 我说欢迎来预约关键买点 你们自己去排涨停 涨停就不用我讲的 自己去排就好了 对不对 今天真的碰到外太空 有本事的买到这 重点来了 今天收这根黑 拉近 收这根黑 它是波段最高 也是喷到外太空 但是悬了一个多方缺口 这种很多人不会解 我解给你听 这里多方缺口 这边是涨停打开 变成大黑柱 直接往下拉 是不是量很大 哎哟 最高档报大量耶 你要看形态吗 这里量很大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有根大黑柱 拉下来 量很大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 这根量够不够大 够不够黑 哎哟 尾巴好长哦 后来呢 涨上去 再涨 山黑又是量大 处一处 看到没 我预估这里 主力吃货还吃不够多 所以今天就用这样子的来洗刷 因为多方缺口是不能骗人 一档股票要花多大的银弹 才能够跳空上开涨停 而能够再留多方缺口 所以今天碰到外太空涨停 但是收了这种高档大阴线 历史会在重演吗 就是我刚才解释的 这个叫历史 这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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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两个提示 三日之内不补缺口 这个洞不要补 还有一个 明天开高走高收红K 一切OK了 你排队买都要买 知道吗 今天去追高的要来跟我自首哦 我来告诉你哦 他什么时候会再补上去哦 不然呢 你就套到天长地久 我们是很开心在数钞票 我常跟大家讲啊 我的会员常拿那个 那个钞票在当玩具啊 他们玩到那个手 手脏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在股市都没有这种感觉 来体验一下哦 当然这个啊 你要问我就问我啦 如果你要哭泣 你就去哭泣好不好 怎么会这样呢 我念不是讲嘛 有来问我都很平安 后再去追再去抢胖 还没躺完呢 他可能要补休眠吧 不然怎么会这样呢 我再度的重生啊 很多加入三三家族都有这档股票 但是我没有 那天这个样子对不对 有来问我的 嘿嘿 不会这样嘛 不会这样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当时讲什么 那天7月19 我说危机解除了吗 要讲清楚嘛 而不是跌台笑人家 涨都说怎么样 我说这档股票 第一档大十字 次日要走强 否则断脚必惨跌 大家说我解盘解得很残忍 一定要这样讲啊 我跟你讲 我娘可以自己做就好了 我已经跟你讲了 断脚必惨跌 一定要走强 次日发生什么事啊 我解释过 他没有过高嘛 没有破低 还在K里面 那你这边高要管来过 不然这十字是白做的 我讲得很清楚 结果咧 功高未成 反打 黑K 小心了 我都有跟你们讲哦 你们都不听哦 这里以后把它拉开 然后这里 我们来算一下数学公式好了 算一下 183到1.5 哇 这么多惨烈 其实1.5耶 40% 肩头反转 跌到快见股 还好还没腰斩 大家说腰斩是50%嘛 今天就40% 那你要等到快要见股 还是等到腰斩 还是现在还有得救 那你就来问我一下 最好你不要有融资好不好 那这种股票呢 跌到这样子 实在是这个阻力 市场阻力真的 真的很可恶啦 那我用这张图要提醒所有的人 人多的地方不要再挤进去了 那今天有的股票呢 继续拉拉到你不知所以然 就会类似这样 拉到你不知所以然 拉到这边 有一天或许明天很快 就会从这样子开高高的 胖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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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看到这档股票 看到很多人的心声 看到很多人的血泪 所以我今天的标题 眼影含的这档股票 类似的很多 那你们去思考一下 我现在要大家买的是 打底的 因为法人也为了赚钱 他们也会连买带跑 那希望能够去误透 这档已经代表很多人 很惨烈的牺牲 那现在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叫做宝宝啦 宝宝今天没有长 但是呢 你要给他爱的鼓励 连长了五天 还有连长五天退一根 但是很正常嘛 问题是宝宝明天会不会长嘛 对不对 这天我特别讲宝宝有事吗 十万长谁敲的 大家都知道利空就不是利空了嘛 就连长五天嘛 这就不用再翻了 每次翻这样子 给大家勾起你的记忆 但是问题是 今天他下跌对不对 好 那当时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他是突如其来的一个news 对不对 那news竟然是有大量敲 通常这种news出来大利空啊 是不会有敲开的 也不会有十万张去买红的 后来呢就涨这样一根 然后这一根还继续涨 是k线是黑的 然后但是20号继续涨 然后呢礼拜五继续涨 对不对 涨到这边已经8%了 那最大的利空既然出现低阶量 这种股票像楼梯在爬 当然来到今天这个地方呢 收了一根黑K的 爬了五天 折返一天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一个口诀 明天补量只要过礼拜五的高点 会再喷一泊 因为税步走 回来就是为了去补这个缺口 所以呢各位去想哦 一样看一档股票 看你的角度高度深度在哪里 每个心情是不一样 但是我对于每一档股票经营 我都老生在在 因为我买到关键点位 那至于今天时间不够了 这个股票讲一下 这个法人最爱的PCB 还有这个呢 这个东元 这些股票呢 请你霸占好 因为呢这些股票呢 是现在乱世当中的英雄 希望大家在这个行情当中呢 都能够天天赚饭票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赚 放置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